Le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孟佳人對上土耳其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那這場比賽還蠻特別的 很久沒有看到希托跟哈塔 兩位玩家都是非常頂尖的選手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文明吧 那希托是選擇了孟佳人 孟佳人的話最大特色是他大象是複合性的 他有抗招響能力 也可以減少對於額外傷害的效果 就例如說對上駱駝跟疾病的時候 傷害會稍微降一點點 這也算是蠻坦的大象 那他比較適合打法就是大象跟馬宮 還有自己的戰車路線會比較適合他 因為孟佳本身是沒有什麼騎兵路線的 所以頂多斯打一個輕騎兵路線去騷 供兵路線還是比較發達一點的 後期點下派科技跟大聖佛教 可以讓自己的人口縮短一點點 就他這個文明很適合現在的150村民的戰術打法 只要出了150村可以減掉10%的人口 就代表說他出了150村 但只佔用到135人口 那後期的經濟非常好 而且也可以用遠遠不距的兵去淹對手 那我覺得孟佳人來說這個打法是相強勢的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對手的文明 對手文明是HOT HOT這邊是選擇的土耳其人 富人七人是挖精速度最快的文明 而且他還有城堡時代最難產的火槍兵 土耳其火槍兵血量夠多 因為他本身的火器單位有這個血量加成 火槍兵射程遠攻擊力又高 不然你出頭車還是奴炮很容易都會被點掉 出生率反制也是容易被射掉的 所以打土耳其人的火槍兵是非常難產的 但是他除了打火槍之外 也可以去打這個大洛馬 因為他洛馬是免費升級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他的其他垃圾兵是不能升級的 例如這個槍兵啊或者是毛兵 都是最垃圾的狀態 所以打土耳其人 你就千萬不能有打垃圾兵的想法 一定要在有黃劍的時候打死對手 是比較適合他的 那土耳其人最大的特色 還有這個馬功路向 他的馬功呢 雖然傷害沒有特別高 但是血量是遊戲最多的 只要點一下這個彩翼奇兵之後呢 馬功血量會再多加20滴血 我記得血量可以高達100滴血 那很久沒有在我們頻道出現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土耳其人會用什麼樣打法吧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地圖 地圖的話 果質區看起來蠻慘的 這個在上翻 黃金在左邊 如果要左邊這樣圍的話 算是比較好守的 左邊這邊再圍死 那可能要利用這邊稍微往防一下 稍微連防 這樣子圍 差不多就會圍好了 一開始要盡量的圍小 不要花太多資源 只是圍這麼大 然後再這樣圍一下拉到底 那可能會花太多資源 當然你城堡時代要拉遠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封建時代盡量不要圍太大 很容易被對方的村民 很容易被對方的刺頭給抓掉 尤其是小宮啊棒棒啊 之類的東西 所以盡肯了 前期就微小 然後之後再微大就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孟家啦 孟家的黃金在後方 後面果子在後 後方 兩個都在後方耶 蠻賺的喔 而且他的地形 要微大城堡時代也蠻沒有問題的 這張地圖看起來對孟家來說 是比較好守一點 但是這也是要到城堡時代才可以圍死的狀態 前期的話也是稍微小 這樣子圍防 那他最後一塊木區可以用 這邊看起來是要直接圍過來 那這邊可能會直接 圍 再圍 超微微小 當然他也可以這樣子圍喔 如果他不怕被抓的話 呵呵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土耳其人打的戰術是 先按了一根長槍兵 然後準備要打弱馬了 那孟家拉這邊的選擇是 按了一隻槍兵之後 也是選擇下了馬就 兩邊都是弱馬開 那孟家拉是先點下了一擊伐木 那孟家拉升級之後 TC會直接給兩吋喔 所以現在吸托會多兩吋的優勢喔 所以現在吸托會多兩吋的優勢喔 這是孟家的唯一的經濟加成 那土耳其這邊還沒有開始利用自己的挖進的速度喔 反正是打弱馬 那我個人在玩土耳其的時候 我是不太喜歡玩弱馬開的喔 因為這個會讓自己上城堡時代偏晚之外 也沒辦法打出自己的經濟優勢出來 所以我個人不太喜歡弱馬開這個打法 很容易被壓制住喔 而且又容易打不到東西 然後自己上城堡時代又晚 火槍兵又出著晚 很種種因素加起來 我覺得土耳其是比較適合打弓兵的 當然我們就來看一下HART喔 這邊土耳其打弱馬開局 是有什麼樣轉變喔 好西托這邊直接做一個拉打動作 後面有槍兵直接跟隨過來 然後這邊HART也是有一隻槍兵直接互搓 上方兩邊刺頭互打 哇結果打輸了 尷尬HART這邊肉馬打出的狀況 然後沒有補下一隻刺猴 三隻刺猴還要再繼續出嗎 還要再出 出到第四隻 好這邊利用這隻刺猴在外面打架的時間喔 讓這個空檔有機會家裡圍好 哇結果孟加西托直接圍一個最大的 但是他沒有圍到這裡了 哇他這個圍真是圍得有夠死 哇他這邊圍得還不錯 講實在的 好並沒有什麼問題 這樣我也ok了 好HART這邊三刺猴之後 沒有繼續出第四隻 直接按掉了 沒有再繼續出第四隻 好這裡補下個兵工場 準備要來升城堡石彈 三個人挖進 好填大概有四片填 好三個人吃過 好那西托健壯 欸你沒再出兵了 你再偷偷升石彈 馬上把自己的刺猴全部拉出來 要來跟對方換一下村民喔 跟對方的軍事 好HART這邊轉手圍攻阿 家裡槍兵可能要多按一點 刺猴戳一下 這裡有一隻村民被抓到 要繼續硬打嗎 欸這個村民不救了嗎 要放棄了嗎 哇先打掉長槍兵之後 回頭打這隻村民 兩隻槍兵直接倒地 刺猴數量壓制 收掉了一隻村民跟兩隻槍兵 好但是HART這邊已經第一時間 點下了城堡石帶升級 但是對方刺猴數量還是非常多 這個槍兵還是不能斷 好就來看他這邊防守打的如何 那我想孟加拉西托應該是不會 一直想要硬上的 好這邊是想要利用自己的槍兵 跟對方槍兵互打時間點 讓刺猴上去硬打對方的槍兵 但來到兩隻槍兵的話他就會猶豫喔 好但這邊都抓到一隻村民很賺 哇兩村 那孟加拉這邊就不愧喔 村民直接被拉開 哇拉開了快要四村 好那HART這邊還補下了品種 補品種是要來打騎士嗎 但是補兩個射箭場 那看來是要來打馬弓了 但圖爾奇的馬弓在城堡時代啊 沒有點下這個彩翼奇兵的話 其實效果並不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數量都堆疊起來 讓到城堡時代的初始 是很難爆出TC來的 耗費木頭偏多喔 但是可以很有效克制對方的刺猴 跟對方騎士喔 數量過多的情況下是可以這樣打的 好馬弓數量開始走得出來 這邊先點下來一擊的跑速 有跑速才可以做拉扯 OKHART這個觀念非常好 馬弓優先點跑速 再來才是品種 喔應該是品種先點了 然後再來跑速一定要點 品種跟跑速是兩必點的 好奇藍來到71型 好四隻槍兵上前一戳 還是戳掉非常多的刺猴 哇HART這邊有點小虧啊 喔不是好是吸一戳有點小虧啊 青騎兵升級好 好三隻刺猴直接硬抓 抓掉了兩隻村民沒有問題 哇村民再次被拉開 吸托再上村民術有50村的優勢喔 而且升到城堡時代又再給兩村 那吸托這邊還有一個細節喔 他到地龍時代如果有5個TC的話 上城堡時代喔 上這個地龍時代喔 就會直接給10村的優勢喔 所以這個孟加的村民的這個增加喔 是地龍時代是增加最誇張的 當然地龍時代給10村好像也不會太過分 畢竟電龍時代村民都已經快要到頂了 好這邊稍微做一個反擊TC 收掉了一隻弱馬 三隻弩砲再高低 右方駱駝做個追逐 想要前線蓋東西但是被抓包 而且這隻村民還殘血 哇這個居然能蓋得下去嗎 工程器製造所 直接硬蓋 原西托這個TC是偏外側的 投石車可以從這邊砸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哈特這邊 非常直覺性的 去反制了回去 西托這邊反送弩砲防守 好那孟加拉西托點下了這個救贖思想 就算投石車過來 勝率也是有效的可以反制 應對這個投石的騷擾 科技都下得非常早 可以再考慮點下救贖思想 啊不是 點下神聖思想但都已經點了齁 血量45滴血 這樣比較好看這個投車一發傷害 成功率會比較拼高一點 好西托這邊終於轉出了3TC 那哈特這邊果然打馬攻 TC轉出非常的困難 現在才2TC開農 村民宿已經被拉開的非常遠 殺了17村喔 這個17村差距是蠻大的 好勝率在這邊持續想要做招翔 應該可以招到兩隻馬攻沒問題 果然招掉了 但是自己的木本也是被打掉 好西托這邊轉出了大象 想要來開頂 要用自己的大象的血量去壓制 投車砸了一發 打掉兩台奴炮 OK這個蠻賺的 但是大象也成功了把對方的 馬攻給逼了出去 好投車這邊要繼續砸嗎 先砸村民 哎呦怎麼去砸後面的槍兵呢 好這邊馬攻被射了兩砲 結果也死了3隻的馬攻 馬攻血量都非常慘喔 再繼續打下去可能會頭破血喔 看有沒有按幾隻生旅出來補下血 不然就點個草藥治療 進城堡補血 那都是一個不錯的方案 孟加這邊轉出大象 大象要硬打嗎 先射生旅 OK這裡生旅射得非常好 還有一隻生旅沒有射掉 OK全部收光 好這一波以 兩邊互換來說 是哈特賺很多喔 這邊生旅射掉了4隻阿 黃金賺超多 但大象的血基本上沒有再掉 好但這邊轉駱駝 不確定是不是好事 但是圖爾西也沒有重裝長槍兵可以用 只能出駱駝 稍微擋下對方大象 那大象的防律的話跟騎士是一樣的喔 都是二防二防 所以四防的這個大象還是很難解 好又先射掉生旅 這一波的拉扯哈特還要再努力的 把自己的馬弓速量給憋起來 不然就是要搭配一些火槍兵喔 但火槍兵可能會被大象給追上 馬弓還是機動性來說偏好一點 比較有操作空間 火槍兵超多空間就比較少一點 好大象兩邊都在做一個拉扯 早想你 我射你 爐炮反之 好大象一直頂 想頂掉爐炮 頂掉一台兩台三台 哇這個大象架子連城 這個大象為什麼常常不會有太多人會出的原因 就是這樣子喔 三旅很容易反之大象給回去的 好前面趕下來一棟城堡 好這邊孟加拉轉出了非常多的輕騎兵 不如再繼續打大象了 當然不打大象的話又要反之回去是很困難的 因為只有輕騎兵的話對孟加拉來說是不太好的一個消息 攻速並不快 不然就是跟對方一樣打馬弓系列 人家打馬弓你就打象弓 孟加拉象弓也是威夷始祖的 你看這個 少量馬弓 根本在刮殺 好那西托這邊點下地獄死蛋 哈特這邊點下地獄死蛋 兩邊地獄死蛋都已經補下 城堡死蛋已經告一段落 兩邊也是損失了非常多的單位 剛剛那一波交換打得還算是蠻漂亮的 但並沒有打出任何的劣勢或優勢 反而是孟加拉這邊村民領先快了24村 好當然這邊點下派科技 派科技點下之後大象跟象公 攻速都會增加25% 還是20%有點忘記了 那他自己的寶兵 這個戰車也是可以吃到這個攻速加成的 那之前有個影片 孟加拉的攻兵模式 跟蒙古突擊互射 居然是孟加拉的馬弓 派的這個科技加上自己的戰車 居然是可以射得贏的 但是有點算是體質優勢吧 因為蒙古突擊血量並不多 但是戰車的血量非常高 那就來看一下孟加拉會不會打戰車 欸當然這邊繼續按大象 那應該是不會出戰車了 戰車是孟加拉的寶兵 但這個寶兵要城堡殘的可以出 但是這邊有三棟城堡也沒有出 看來是要走個硬派模式 大象開頂 這邊有一個洞 肉麻直接過去騷擾 好 砍了一些村民 下方大象直接頂了起來 哇TC也爆啦 這一塊金跟農田直接被燒到 土耳其還能反制回去嗎 結果土耳其這邊也在升級了肉麻的防禦 開始要來提升一下 肉麻路線 OK 馬弓輸出有化學加上三級色 傷害是很高 6加4 他還沒有升好重裝馬弓 重裝馬弓是需要大量肉類的 這一波不知道會不會直接被孟加給頂下來呢 這邊大象硬頂巨頭 巨頭直接被頂爆 正面城堡 土耳其人 有點難守 兩巨頭持續輸出 但還沒到三巨頭 欸但是這個巨頭怎麼被城堡射得到啦 哇這有點尷尬 這個城堡要是拿不下來 孟加仁會很難打 自己用機中心的馬弓稍微鎖住了自己家領地 但這邊附近被控有一點傷 而且TC這裡是門戶大開 這跟城堡要想辦法解決 這個城堡沒辦法解決的話 哈特可能會GG 這個資源用得非常極限 沒有一個資源是超過三位數的 有了有木材有變三位數了 孟加仁這邊村民的優勢非常大 133村 但村民停了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 西拖 並沒有打出這個150村的優勢 反正是打130村 這就是KR的新策略 也不稱新策略 記得我們的頻道影片 我常常在講這個人口 空岸那邊沒有繼續出村民很虧這件事情 當時還很多人都說 現在村民都出120村到130村就好了 但沒想到 黑蘭現在又回歸以前的打法 150村的戰術 但西拖這邊 還沒有把這個戰術回歸到以前的打法 還是用最近的戰術125P到130P而已 我以前一直在努力講 人口就是精英這件事情 被蠻多人覺得說 職業選手都沒有這麼在意了 我為什麼還要特地講 但結果黑蘭還我公道 這個人口真的是 就是錢的意思 人口沒有就去標到200人口 就是虧阿 畢竟雖然你知道真相的時候 或是知道這個Meta的時候 但是大部分職業選手沒有這樣打 人還是很容易被這個風向給帶走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也不會去強力的 把我的這個 觀念思想強硬推給大家 除非知道哪個職業選手 真的打出了這些戰術 非常好用 或是成果真的很好拿下成績 我才會再重新拿出來講 不然有時候講太多 大家也會覺得是白講 對做Youtuber有感覺到這個實感 有些觀眾還是沒辦法接受 新觀念跟新知識 或是舊偶觀念 就是他們的固定思想 已經固定住了 太固化思想 所以很容易會有這個結果 所以我並不太會去 強調這個戰術一定就是怎麼樣 一定就是怎麼樣 這樣就是怎樣 我不太會這樣子 但是該講的還是要講 好 大象這邊直接走出來 精銳大象了 血量已經來到320 防御是7防 重裝馬功依舊還沒有升 哈特這邊的血量是90滴血 已經點下了銀罐技術了 好 當然他有意識到自己村民害 越來越少 直接開始補村民囉 唉 難道西托也是意識到了 村民大量的好處嗎 而且孟加拉這個文明 更適合打150匹的戰術 他打150匹只要135人口 但這裡還沒有點下這個大聖佛教的關係 所以村民的佔人口數還是一樣 139算佔139 兩邊經濟都在互相騷擾 大象居然可以這樣直接走進去 太狠了 這個皮太厚 但是土耳其人對大象真的沒有什麼太好的辦法 只能用這個相公繼續風箏 然後出一點駱駝擋下會比較好 但駱駝通常會擋不太住 因為人家體質比駱駝還好 因為人家體質比駱駝還好 這裡出了一台戰車 戰車體質也是很好 125低血 哈特這邊肉馬也是持續想要鑽洞鑽 但這邊沒有辦法再鑽進去 雖然剛有一波進去也是被解掉了 但麻光這邊補下拇指環之後 攻速變得非常快速 傷害開始有感 但後方經濟已經被踩踏了一波 哈特聰明醬汁剩101吋 哇很傷很傷 好那這邊補下了二級農 發現自己經濟很慘 沒有補下二級農 但耗特這邊經濟也是超慘 這裡二級目都沒有 好大象直接正面無腦開A 踩掉了一些馬弓 大象在後面持續追趕 火炮可能再逃難解 好再解難逃 好再解難逃 我講錯 傑哥啊再解難逃 好後面大象持續捏 哈特有機會守得住嗎 哇感覺哈特明明是攻擊方 但是大象一直往他家裡送 一直要被迫回房 好安血人戰術補下 好那西托家裡的領地都手差不多 到處都有城堡 而且這個領地擴張已經快要半張地圖了 到處都有農田 肉量來到了81片農田 非常大量 雖然黃金樹快要不夠的感覺 好那補下三級攻 孟加拉這邊打肉馬開 加上大象 這個打法我覺得有點尷尬 不過打相公會不會比較好 但他這邊大象確實也讓哈特 受到一些經濟傷害 村民只剩下91村 好大象繼續往前頂 重裝馬功 被騷擾到完全無法點下 村民一出來又被砍 哇 村民只剩下87村 哈特還能守住嗎 孟加這個大象硬推流 好 肉馬持續往前 但是繼續偷襲 在一個相對安全的位置 兩棟城堡的火力交叉之處 雖然不能收到城堡裡面 但至少也在安全的位置 這邊孟加拉肉馬 繼續往前 三級攻要好了 哇 農田要來到了90片田了 87片田86 下降了一些些 好 現在上方馬舟也在蓋 下方這裡也要在蓋馬舟馬 上下夾攻 哇 這邊肉馬又抓到了 哈特土耳其這邊的馬功 的黃金產地 哇 哈特這邊雖然有肉馬進去騷擾 但是這邊即使回訪的是西托 現在西托也是有肉馬可以訪 好 重點下了重裝馬功 土耳其人還可以繼續打嗎 村民只剩62村 大象直接上前櫻底 那順帶一條 大象的正前方 以後這個擴散效果的傷害 所以頂起來威力非常十左 好 你看這邊回訪非常快速 這邊很快就可以去擋住這一波的 進來再燒了 好 下方TC這裡也被圖了一波 聰明處只剩下56村 沒想到土耳其的馬功 防守戰術 機動性還是不夠多線騷擾的 雖然馬功雖然來到42 但是沒有繼續兼攻 所以導致攻擊的速度下降了一點 讓對方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出落馬 繼續騷擾自家領地 這是西托打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一直瘋狂避戰 然後用這個輕奇兵 到處砍村民 讓哈特經濟直接 歸臉 這邊又來衝到他家 這裡不打正面 大象直接硬頂 偷些傷害 城堡可能會守不住 但這邊大洛馬又直接四處串 後方農田 聰明處降至只剩52村 快時連50村都快沒有了 西托這邊直接拉了更多大象 直接正面又繼續頂 這邊馬功 馬功要繼續做傷害的話 就要拉扯 但拉扯的話 要控手術 這邊城堡口了非常久 但是應該還是會爆掉 哈特的村民處剩52村 西托還在努力用落馬 到處砍村民 上方下方到處都是 這邊距離頭石英 五台直接硬拆正面城堡 城堡正面硬掉 哈特這邊打出了GG 哇 孟佳這個大象配落馬 真的是OPOP啊 那這個大象呢 我覺得也算是非常好用的 這個大象太複合性了 抗招牆之外 然後又可以增加攻速 攻擊速度又快 那我覺得落馬 這個也是蠻關鍵的 因為你往往出大象 很容易會有這個肉馬 不是肉馬 這個大象出太多 黃金會不夠 我覺得我即時轉出肉馬 把這個自己肉類最大化 不會讓自己囤支支援 然後去轉出黃金 並其他兵種 那沒想到 他居然不用相攻 就可以即時的 把哈特的馬攻路線 給打爆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話 應該是孟佳全勝 哇 果然 經濟爆開 那他這個打法 也是偏向於 像黑拉那個打法 經濟一直在140吋左右 130 140 左右那邊 跟150吋 相差不遠 那我覺得他可以再點下 大聖佛教的話 他這個戰術 我可以再打得更兇一點 肉馬可以噴更多一些 然後支援量也不會這麼間諜 因為你們看這個打法 還是有點小小缺陷 支援量還是用得非常緊 雖然這是一指他按肉馬的結果 但如果他按下大聖佛教 然後再出到150吋的話 可能肉還會有綽綽有餘 或是爆更多肉馬 至少人口不會空在那邊 這個經濟效益會更大化一些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Whesson 各位可以 真的 今天 想要 逢